還有中油的代表 董事長嗎 朱董事長嗎 梁慧琴 你好 中油的朱董事長 朱董事長你好 部長 其實在這一波的這個 漲價裡面 我有觀察到這個 就是銅裝瓦斯啊 就是 這個液化石油氣 是降價的嗎 降價兩塊錢一公斤 多少 兩塊錢一公斤 那一桶如果是二十公斤 就降價四十塊 不過那是批發價 批發價 輪扣價會不一樣 因為它是個自由市場 但事實上當然我們也期待說 這個部分齁 因為我在三月一號有正式 緊急書面質詢是提到院 的這個 議場齁 那先前也有在當面質詢過部長 還有我們的相關的 包括中油等單位 那這個部分 因為對偏遠地區啊 對弱勢家庭影響是特別大 了解 那部長也表示齁 包括對於這個 就是更新這個 瓦斯鋼瓶的補助也要 就是要 我們有跟內政部相處在協商 在協商 是不是可以跟我講一下這個部分 就是這一次的這個 很多的這個 我們的油電都要漲 但是在天 這是 統裝瓦斯方面啊 能夠 能夠降是什麼道理 我個人報告 還是基本上 站在照顧比較偏遠的地方 以及弱勢這個團體的需要 這是基本的出發點 所以在整個調整過程裡面 我們統裝瓦斯 就是仍然維持 這樣子當一半的方式來處理 那麼呢 這種情況下就照機制算 應該疊兩塊我們就照疊 所以好的意見 就是 經濟部也可以採納 所以 我這方面也表達肯定 謝謝謝謝 尤其是在偏遠弱勢的地區 那 再來我想 來了解就是中油方面 因為我看到經建會的歸類裡面 中油是屬於 以民營化的事業嗎 在規劃裡面的確是 就是要朝民營化去推 好 就是 那是不是完成事 是進行事 是進行事 好 因為我看經建會相關的資料 都已經把它視為啊 就是啊 以民營化的這個事業啊 在做未來的一些發展的 規劃 它是準備民營化的 準備民營化 好 那我也去查了 中油在101年度的稅後 存立啊 請問一下我們董事長有多少 1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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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後存億 稅前是110億啊 好 那差不多 稅後是94.85億啦 對 那我現在一個問題 關鍵就是說 當我們的這個油價上漲的時候啊 我看過這個數字啊 中央政府的股息紅利啊 是37.89億 占差不多 不到四成 但民營股東的股息紅利是46.67億元 也就是說 我們目前的這個中油是有民股嗎 沒有沒有民股 那為什麼中央政府持股是58.3億 那其他的是71.8億 目前中油完全沒有民股 全部是政府持股 那我我看這個相關的資料裡面提到就是說 啊 民 我們真的完全沒有涉及到我們交叉持股 沒有目前沒有交叉持股 百分百 百分百政府持股 就是都沒有任何的民股 或轉投資在裡面 沒有 沒有任何 全部是百分之百政府持股 對但是 就是 就是說 這個條帳的本身齁 所以所有的這個稅後的存力都是腳庫囉 百分百腳庫囉 有保留工期的 多少 10% 10% 10%差不多多少 先彌補虧損 以備彌補虧損就對了 對 不是不是 要先彌補虧損以後啦 然後有10%保留這個工期啦 好 那就是今天早上我聽說也有針對 還沒有所謂補障的那個4成啊 那個部分 雖然決議是6比6啊 那中油的做法是什麼 中油的做法就是說這個剩下40% 回歸這個浮動油價機制啊 漲全漲跌減辦的機制 那 逐步回收完 完畢 逐步怎樣 逐步把這個2.2元回收完畢 逐步要多久 這要看這個國際油價變化的情況 計劃你們的評估總是有一個 不是 他 他要看完全看油價 如果是油價持續上漲的話 就完全沒有沒有回收的空間了 那麼油價如果是說有漲有跌的話呢 那麼這個東西就可以回收回來 好 我再問一下啊 董事長跟部長 就是什麼時候啊 你們開始 研議這一波的 油價的挑戰 程序上 大概有一兩個月以上的時間 這第一個報告 第二個情境上是 經濟部跟中委有多次多次的討論 討論到方案比較成熟的時候 我們有到院裡去做報告 大概程序這樣走 到院裡報到差不多是什麼時候啊 因為中間也有一兩次不止一次而已 因為中間要做意見的交換 那麼討論一下怎麼做 是一個比較 切切社會的需要的方式 所以中間大概有一兩次的機會 我問一下有沒有到總統府去報告過 到府裡是報告過 有一次談整個的一個能源價格的問題 是比較屬於大的原則的 所以那時候府裡有個基本的幾個方案出來 就是說要注意到經濟減碳 要注意到這個照顧弱勢 要注意到企業的競爭力 而且要適當的來做一些成本的考慮 大概府裡是做運的性的一些考慮 是這樣的 有沒有一個時間性 就是希望在520之前有一個政策 方向或宣布出來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在府裡跟院裡沒有給我們這些時間性的一些指示 但是方向性是有啊 就是剛才講幾個大方向 好 我就說我們的總統是一隻看不見的手 齊升到行政院裡面來 因為 我不好意思舉名啦 也有相當有參與的 執政黨方面的人士 其實 當然有市場機制啦 這個我們也予以尊重 不過選權選後差這麼多 那麼而且希望說在520之前 做出麻疹啊 都把它出掉 齁這樣的一個指示的方向齁 所以今天是 其實經濟部 在那專業的立場我想也不會支持選錢齁 就要動漱這麼久啦 齁 那這個選錢就是政治性的決策 而選後一次希望把它葬煮齁 也是一個基本上政治性的一個決策齁 那我是覺得說,比較不好去面對的我們的總統,就省飲 我們就由我們的部會來承擔,這個也並不公平 不過我跟委員報告,基本上這個能源價格或水價格是經濟部該負責任的 這點我們會來做處理的事 你說油跟水,那電 一樣一樣,這是能源價格 那電有沒有520之前的daylight類似像煤牛 剛剛提到目前從福利並沒有給我們一些 所以520之前如果電價還沒有調查,因為也涉及到一個月還有包括電價審議委員會的程序啦 所以不會再一次的突襲在禮拜天 剛剛講過我們一定會走電價審議委員會,然後再提早一個月公告,這是一個作為程序 那目前有沒有規劃520之前,也要把它出清 我沒辦法給我們一個日期,但是我們就照這個程序走 照這個程序走是520之前還是之後? 我是說我們會照這個程序走,那麼呢 要等到經濟部把這個整個價格的構想更成熟之後 我們才會開這個價格審議委員會大概是這樣 好,我是希望說我們的總統啊 有一些國安的事項他能夠承擔責任啊 但是涉及到這些民生啊,物價能夠尊重行政院 包括部會跟我們主管單位的一些更大的職權 好,我的質詢到這裡,謝謝 謝謝